棒球场上这一次大家看得很热血很过瘾的21U棒球锦标赛 那么除了中华队之外 大家所关注的焦点都放在曹佑宁身上 你可以叫他球星也可以称他一人 而其实在这个21U开打前 曹佑宁是不被外界看好的 甚至还被酸 说他是因为明星光环才入选国家队 而如今他以18只安打多下安打王以及最佳外野手 紧接着他很忙 他还要角逐金马奖最佳新演员 这是大荧幕上的曹佑宁 这是棒球场上的曹佑宁 这个球打成一个反弹球传统传 爸爸自己也是运动员 过没多久爸爸就带我去学校就玩看看 然后就觉得还蛮喜欢的 小时候被爸爸带到球场 曹佑宁从此跟棒球结下副解之缘 但有着明星光环的他21U赛前 被湘明掖余是靠演戏才能当国手 结果Akira用球棒打爆算命的脸 再给日本队施加压力做了一个 投点PUSH曼斗 冲啊 是是是 就是谢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家人啊 教练 然后队友们 然后还有谢谢所有球迷 感谢家人也感谢球迷 曹佑宁累积18支安打 以及每季守备 获选21U安打王跟最佳外野手 但随着球赛落幕 演艺圈 棒球场 该怎么选择 不知道耶 就是看之后吧 就多看啊 究竟是要培养影迷 还是要培养球迷 这个问题对20岁的曹佑宁 似乎有点困难 但可以确定的是 Akira的目前重心 都会摆在入围金马的新演员讲 其实从小也会有 就是做过那种新梦啊 然后就是去拍戏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美梦成真啊 当演员好辛苦 却也圆了当明星的梦想 已经拿下台北电影节 最佳男配角的曹佑宁 期盼能一举摘下金马新人 当然表演桥段也少不了他 这首因为电影走红的小鸟之歌 曹佑宁在金马晚会上 也会献唱一曲 Akira从Kano红到21U 从电影里的营球剧情 转变成现实的冠军激情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曹佑宁想必还敢交集